看病、打针,多数孩子都很害怕 更不用说必须要长期接受痛苦治疗的癌症病童了 根据儿童癌症基金会的统计 台湾每年新增的癌童人数大约有550人 这些病童依照疗程最少都要住院1到3个月 面对冰冷的医疗仪器和无止境的吃药、打针 对病童来说身心都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很多孩子甚至会抗拒治疗 因此在国际间出现了一个职业叫做红鼻子医师 他们装扮成小丑的模样进到病房内 利用音乐、表演和病童玩耍 希望借此降低病童对医院的恐惧 而在台湾也有20多名这样的小丑医师 正陪伴着病童 跟着民事医研堂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这些闯进病房的小丑都在做些什么 有些家长会比孩子更期待红鼻子医师 今天怎么没有来啊 或者是今天某某红鼻子医师是谁来 因为在里面就像被关起来 然后都不能出去 你的手怎么那么舒服啊 进入小丑这个角色的时候 老师他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正在陪伴 陪伴他们经历任何一个时刻 音乐打破病房宁静 两个红鼻子小丑闯了进来 小丑医生叫Kiwi他可以进来吗 他叫Kiwi他可以进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吗 你可以进来吗 你可以进来吗 对 嗨 你好 你好 你看红鼻子医师来看你吗 哎呀 好 好 病房里什么时候这么欢乐过了 这一分钟躺在病床上的小朋友 可以忘记生病的疼痛当回快乐的小孩 你跟我讲没有男朋友 他男朋友叫没有 叫 对 没有 没有 你男朋友很帅两个字 对啊 叫没有 这个信也蛮少的 躺在病床上的是陈维婷 因为心脏问题喘不过气 住进病房已经第六天 这也不是他的第一次住院 我在医院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 不然就是去做检查 就很难过啊 要一直做检查 就不想住 你男朋友长什么样 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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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声音也不要给妈妈听到啊 护理师告诉我们 陈维婷原本是很安静 不和医护人员互动的病人 但意外的 小丑改变了这样的状态 他们过来就是 就是 就是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暂时忘记痛的感觉 哇 好棒哦 其实我们每天查访的时候 其他看到我们 就已经蛮害怕的 就会哭 那一般像吃药打针 是他们最害怕的 那有时候像我们这边 一些额癌病人 像抽骨髓 或者是那种人工血管 其实都是孩子最 疼痛指数最高的 他们很害怕这样的一个治疗 小小的身体上 插着不同的医疗仪器 对大人来说 都难以承受的医疗过程 换成小朋友 更是难以忍耐 而红鼻子医师 就是来协助医生治疗的角色 好 生长你才会好 好 好 你要不要打针 你没有骗我吗 没有 太乖一符了 你没有 所以我等一下出去打针 哇 好棒哦 我们可以再打一次 再硬张 好 那我出去打针 我就会好了对不对 你也会好 我也会好 我的观察目视会用很夸张的一个表演方式 吸引住孩子的那种注意力 然后 等到 我们真打完了 他们还在表演的时候 有时候孩子根本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完成注射这件事情了 虽然称作医师 但两个小丑并不做任何医学上的治疗行为 他们利用小丑音乐 肢体动作 让病童开心放松 减缓他们对医院的恐惧 这样的概念 最早源自于1986年的纽约 马兆琦 是台湾第一个引进这个想法的人 这些小朋友他们被关在医院里面 其实他们就被剥夺了很多很多 其他小朋友应该有的权利 比如说去上课 比如跟其他小朋友玩 甚至出去逛个街 出去公园玩 这些权利他们都被剥夺了 正因为看到病童们的需求 马兆琦这两年来与台湾五个医院合作 培训了20位红鼻子医师 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挪出来 不在意微博的演出费 只为了把欢乐带给大家呢 很痛 大家懂 你说了 他打我 大家记得跟他团长的时候 我没有打他 我就刚刚打一个游戏 这一天到病房陪伴小朋友的小丑 是绑着牛角辫子的阿迪亚 和穿着吊带裤的Kiwi 一搭一唱的默契靠的是长时间的培养 然而想要当上小丑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甄选 培训 到实习 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 正式上线后 每两个月还要培训每次 趁着培训课 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小丑们的真实人生 我叫做陈泰伟 然后我本来的工作是职业舞者 就是教街舞的街舞老师 然后大概在2016年的5月6月 然后开始加入小丑医生的行列 陈泰伟拿下红鼻子 卸下Kiwi角色 是一名编舞老师 也在服饰店工作 捧着口前的是小丑阿迪亚 现实生活中的他叫朱怡文 是一名剧场人 小丑们的团训 不只学习表演技巧 还要了解基本的医学知识 这些小丑医生 在进入到医院去表演之前 都会有一段很专业密集的训练 那这些训练就包括 比如说儿童常见疾病的认识 儿童癌症的认识 基本卫教的认识 然后甚至一些心理学方面 怎么样去建设那个心理建设 还有怎么样去面对生命的消逝 我们一直在要跟他贴尿袋这件事 所以他现在看到我们就会哭 我就不知道看到你们会什么反应 如果说他对你们友善的话 可能今天贴尿袋的事还真是要麻烦你们帮忙了 每次表演前小丑都必须做组准备 护理师也会在行前交接每一位病童目前的状况 这些事前的功课包含心灵层面和医学知识 甚至是表演的工具都需要量身打造 像这种娃娃啊 是给三岁以前或四岁以前的 然后香啊 就是小男生的时候 这个是路上剪的 功能在于等一下拍摩托的方法 对啊对啊我们很常需要就是隐身 魔法放 隐身住 魔法变成鸡 看似平常的玩具和乐器 在小丑手上是带出不同的效果 我们好奇他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打开孩子的心房呢 小丑先把自己最可笑的一面 最脆弱的一面 最不可告人的一面 把它呈现出来 告诉众人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腿很短 我就是讲话很大声 我就是智商很低 然后我就这么白痴 那所以呢 然后当观众在看到小丑把自己这么不堪的一面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同时间他自己的心房也放下来了 那所以之后才能够开始进行真正的真诚的沟通 小丑用自己的脆弱引发欢笑 背后的心酸却不为人知 对于朱宜文来说 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就在病房里 因为他也曾经是癌症病患家属 我妈妈其实就是癌症的患者 然后他也过世了 全家和乐留下和影照片 这是朱宜文和母亲一家人出游的回忆 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游 他的母亲因为罹患乳癌 癌细胞转移全身多处 多次住进医院 最后过世 这让当时连锦国高中的朱宜文很无比 我觉得如果有小丑医生 我妈妈会再放松一点 因为她那时候真的很 很 整个人是在一个 觉得自己明天就没有明天的 对 因为她的状况可能那时候很糟了 可是那时候我才高中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 可能只能就是跟着她 也许可能也只能讲一些安慰的话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作为癌症的家属 癌症病患的家属 是非常非常难熬的一件事情 你好 我可以用这个贴纸跟你交换 你手上的东西吗 陈炳红今年三岁 因为气喘已经是儿童病房里的常客 然而小朋友住院陪在一旁的家属心理负担 就往往被忽略 本来就是一直在关心她的气喘 就是我要随时注意着她的气喘 然后又要 因为她最近就是刚好检查 心脏刚好有问题 就是一直要检查那个仪器 然后我就光听到那声音 我就觉得 就觉得很累 但是看到红鼻子医生之后 我们自己当然心情也是放松很多 因为她不只跟小朋友互动 她还是会就是疗愈一下家长的心情 我们在治疗小朋友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最要顾的是家长 没有错 家长 家长能够放下心 家长能够了解我们整个医疗的这个过程 了解这个疾病 那对照顾上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我们知道了 吃太式料理也可以 吃吃吃吃料理也可以 太式料理不要啦 太式料理不要啦 因为她之所以特别是因为 她跟这整个医疗空间 这整个医疗环境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她不是医生 也不是护士阿姨 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 小丑生具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 一个玩乐的世界 代表的是一个开心的世界 您可以画一个我吗 阿迪亚 啊 这是我吗 那有Kiwi吗 那有我吗 哇 有Kiwi耶 我觉得他是大话家 我看到阿迪亚这个小丑他在陪伴不管是护理师也好 还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家长也好 他们真的是有很放松 然后他看着小孩子笑的时候 然后他笑了 是我我觉得觉得就是最 我觉得我的功能最大的时候 小丑医师对于病患能否有确切的医疗效果 目前学界仍在研究当中 然而病房里传出的笑声或许就是红鼻子们和病患之间最有力的连结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更宽容的心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更宽容的心更幽默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话 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 也不会有冲突了 那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说这个小丑力量怎么样可以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的散播到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当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是一个小丑的时候 那搞不好这整个社会就会更和谐也更好笑 更多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